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医生 我好像遇到减肥停滞期了 怎么办 哪有人还没开始瘦就停滞期的啦 那你这样应该已经停滞十年了吧 你不要看我这样 我可是有幸减肥的耶 听说针灸跟埋线可以让我瘦瘦瘦瘦 帮我吧 你这个渔腹 你都还没开始变瘦 就算帮你雕塑曲线 你也比别人大一号啊 等等 针灸跟埋线不但可以减肥 还可以帮你局部雕塑 让你的曲线更美丽哦 千万别想要只靠一个方法就想要成功瘦下来 吃饱 最好多运动 才是不二法门 不然呢 你就要再继续停滞十年哦 医生 救救我 拜托拜托 夏天都快到了 我还那么胖 你真重不像比基尼啊 那你去买大十码的就算下啦 不行啦 你看脊肥不是很厉害 你就帮我调一下 整一下就好啦 美根 你以为针刺进去 就像气球的小红一样 普简 就小一号吗 自己吃那么多 又不运动 变胖了 哼 细喝 你走开 吃药 针灸可以让你变瘦 但是 你还是要配合少吃多运动 才是更健康的好方法哦 减肥不能只求快速 还要顾虑到健康不富胖 吃中药跟针灸可以帮助你减肥 但是你要给我多一点时间 帮你把体质调理好 这样你才能够每年都穿漂亮的比基尼啊 所以 你还是要去运动 医生 我今天脑体重多了两公斤 是不是虚胖啊 而且我今天抽了很多水 应该是水肿 像啦 胖就是胖 不管水肿还是虚胖 你就是多了两公斤啊 你就是胖 胖 胖 等等 不许你这么说哦 喝太多水 本来就会水肿 把水排一排 体重就会下降啦 你如果一直都肿肿的 那就不是水肿 就是胖了 可是我 没有可是 就不要吃冰的 不要吃甜的 吃清淡一点 多喝百开水 上次咱就不会水肿 也不用怕变胖啊 夏天要到了 不好甜的鸟水 真的是很难的 医生